这头狮王堪称传奇 曾以一敌刺击退来犯的雄狮联盟 面临数量多他们五倍的猎狗 他都未曾退缩 他是真正的王者 统治着一片广袤的领地 深色的蓬松棕毛是他的标志 无数人都被他的颜值所折服 他的狮群技巧纯属 每头母狮都是顶尖杀手 本来蒸蒸日上的狮群 却即将面临生存危机 且看传奇狮王莫伦的故事 在赛伦盖地的恩戈罗火山口 有六只狮群盘踞于此 总计八十只狮子 其中最大的 就是本篇主角莫伦的雷克狮群 狮王莫伦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 他体重足足二百三十公斤 莫伦统治狮群长达三年 其麾下的母士玛吉亚 是狮群中狩猎经验最丰富的女王 他的女儿莫茬 则是青出于蓝 母女搭档 更是让狩猎如虎天意 他们共同供养着日渐强大的狮群 同样 他们的敌人也很多 拥挤的火山口里太多雄狮 对雷克狮群虎视眈眈 莫伦需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 除了同类 猎狗也是他们不得不提防的仇敌 如果狮子单打独斗 还是足以应付 但猎狗往往以数量取胜 在整个恩戈罗火山口 足足有三百八十多只猎狗 是六个狮群的五倍 很多时候 狮子都寡不敌众 但面对莫伦 猎狗们只能灰溜溜地逃走 这一天 不知道为何 我们没能看到墨茶的身影 她和她的幼崽都消失了 母狮马吉亚年事已高 身体素质远不比当年 马吉亚到处呼喊着女儿 却没有回应 直到三天后 墨茶才被发现 她身受重伤 痛苦地倒在地上 身边的四只小狮子 也不见了踪影 罪魁祸首正是猎狗群 很显然 小狮子已经成为猎狗的食物 直到晚上 猎狗群再次找到了墨茶 即使在拼命反抗 也无法抵御猎狗群的进攻 重伤的母狮在黑夜中 被一群恐怖的猎狮者围攻 等待她的僵尸最惨烈的生吞活果 猎人们发出阵阵讥笑声 即便母狮生前曾经是个强大的猎手 如今也沦为了猎物 一阵阵的骨肉撕裂声 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直到早上 雷克狮群已经连续三天出师不力 而母狮墨茶又迟迟没有回来 他们只能改变战术 狮群发现了一头落单水牛 在经过一番较量之后 水牛逃进了沼泽里 狮子天生怕水 而且入水捕猎 也有可能导致受伤 狮群不敢冒这个风险 但也不想放弃 一直在等待水牛上岸 最后水牛直接穿越了沼泽地 走向了对岸 饥饿的狮群没有办法 只能再次寻找猎物 这次 他们盯上了蓬蓬 但蓬蓬的速度简直太快了 狮子们根本追不上 由于长时间的饥饿 狮群的成员也明显消瘦许多 马吉亚的体力也开始明显下降 母狮盯上了一头邓铃 立刻发动了攻击 虽然邓铃的速度远比狮子要快 成功几率不大 但幸运女神总会眷顾他们 这头邓铃慌忙逃窜 结果跑错了方向 陷进了沼泽之中 狮子趁机将其扑倒 沦为了狮群的美餐 但这头邓铃的肉 很快就被他们吃了个精光 这些肉远远满足不了狮群庞大的食量 傍晚 雷克狮群再度狩猎 这时水牛的势力最差 是最容易得手的时候 但饭桶总比干事的多 有些只知道吃的狮子 压根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眼睁睁看着水牛逃跑 现在 马吉亚愈发年迈 体力太差 根本无法追到猎物 但目前 饥饿不是唯一的问题 他们的地盘正在被一群强敌入侵 四头即将步入巅峰的熊狮 而摆在他们眼前最大的障碍 就是莫伦 熊狮莫伦是一只传奇的狮王 他以一敌似 吓跑两只入侵熊狮 剩余两只挑衅他的威力 直接一拍一抓 将其压倒在地 他的王妃 是这片草原唯一一位 可以单独捕杀水牛的母狮 强强联合 使得他们占据了 这片草原的三分之一的地狱 他是狮王莫伦 也是雷克狮群的统治者 任何一个狮群 都是一个爱慕强者的族群 只有强者才配拥有顶级的权利 而母狮更是如此 莫伦狮王的妻子马吉亚 是这片草原最有名的狮花 深受此处熊狮的爱慕和追捧 但其恐怖战力 又令众多熊狮黯然失色 直到狮王莫伦的出现 才让母狮马吉亚冰封的心逐渐打开 莫伦统治着雷克狮群 他与马吉亚两人强强联合 坐拥这片方圆 164公里地域的三分之一的领地 他每天的工作 几乎都是巡视领地 洒下自己尊贵的尿液 告诉其他入侵者 这是我莫伦的地方 不得入侵 入侵即死 为此在雷克狮群领地边缘 每天都有熊狮来挑战莫伦 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气息地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堵马吉亚的芳容 后来这些狮群的头领被打怕了 退居角落繁衍生息 无人侵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此时的莫伦已经八岁了 正在狮声巅峰 其他狮群被赶出的雄狮 竟然凑齐了一桌 分别是一条三万百板和东风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 悄然闯入莫伦的领地 杀害了莫伦的幼师 长期的统治地位 让雷克狮群忘记了腹地的安全 谁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 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而此时母狮们和其余战士们 正在准备狩猎不远处的水牛 全然不知道老巢遭到了敌人的偷袭 莫伦闻着四头雄狮留下来的气味 追寻而来 他在这气味的附近 撒下他尊贵的尿液 以示警醒 并告知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 领地主人来了 击败来犯之敌 狮王莫伦从未失望 但是这一次是引力敌似 并且这四头流浪雄狮 全部都超过了三岁 其武力之依然接近雄狮巅峰期 而此时莫伦心中毫无波澜 甚至对来犯的四头雄狮隐隐兴奋 战神的血液在他体内沸腾 一天夜里 他们无视警告 直接来到了莫伦的领地 直接捕获了一只猎猎 吃得正嗨的时候 低头威武的雄狮出现了 他正是狮王莫伦 他迈着稳健的步伐 大声怒吼 其中的两头雄狮 看到狮王莫伦魁梧的躯体 和威严的吼声响彻草原大地 离开了食物 而另外两头则毫无巨异 哪怕狮王莫伦来 依旧在啃食猎物 什么狮王 还不是孤家寡人一个 令拍摄团队没想到的是 莫伦狮王深知兵法和策略 他知道不战而去人之兵方为上策 见面就武力开战 纯属莽夫 很容易冲动上脑 得不偿失 想当初多少勇士不论战法死于非命 留下永恒的传说 所以莫伦狮王来到这里的首要动作 就是展示他的强壮和令人恐惧的吼声 果然两只熊狮直接撤离 虽然留下两只顽固的熊狮 但已然可控 下一步则要使用武力震守 让这些熊狮不敢再来侵犯他 要让这两只熊狮知道 他是有足够的实力击败他们 只有将他们打敷即可 让这两只熊狮知道 再来侵犯就是死亡 要让恐惧渗入这些熊狮的血脉之中 这样他才能极大程度地保护他的尸群 维护他的领地和权利 战斗开始了 熊狮莫伦直接上前 一打一压 直接将这头桀骜不驯的熊狮 打翻在地上 这头熊狮瞬间知道 狮王莫伦有斩杀他的门 他才三岁多 还没享受狮神 自然不愿意死亡 他瞬间被打扶 转身离去 眨眼之间 四头熊狮消失在夜幕之中 实话说 要是莫伦狮王不用策略 只会野蛮冲撞 那么他上来 就会面临四头强壮的熊狮围攻 那么莫伦大概率会被赶跑或者打败 所以能当上狮王的 不仅仅只是武力强大 懂得既保存自己的实力 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莫伦的一生参与战场 厮杀不下百次 无论是一一对一 还是以一敌多 他总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这是因为他太强了 这里拥有非洲最多世子的地方 竞争巨大 有时候不仅仅分输赢 还要论生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雷克是群所面临的压力越大 更可怕的是 他的妻子玛基亚已经年迈衰老了 那个曾经可以单独捕杀水牛的母士 如今连驱赶老牛 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幸运的是 他的女儿莫查获得了玛基亚的真传 狮群里面很多时候成功捕获猎 都要归功于他的母女俩 然而有一天 莫查突然失踪了 年事已高的玛基亚 少了莫查的帮忙 整个狮群的食物来源 变得日益的紧张 玛基亚并不知道的是 莫查已经感染了蛇银病毒 感染了这种病毒的狮子 身体会变得极为虚弱 最后死亡 哪怕莫查体内 流淌着狮王莫伦的强大血脉 也无法将这种病毒驱赶 此时的莫查浑身 已经被苍蝇覆出 接近死亡的 它被天空的突鹫发掘 大批的突鹫从远处朝着这边飞来 引来了猎狗的军团 因为突鹫 只会对即将腐烂的食物感兴趣 什么叫即将腐烂的食物呢 那就是濒临死亡或者已经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在死亡 或者接近死亡的动物身边看到突鹫 而猎狗 是一个恶心 但又十分聪明的劣使者 他们有着敏锐的观察 强大的咬合力和耐力 突鹫的不断盘旋落下告诉他们 在这片区域范围内 有着美味的食物 到了晚上 猎狗的声音响彻这里 莫查心头一惊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但却已经没了力气 它只能坐在地上 朝着猎狗发出怒吼的声音 想要驱离猎狗军团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个曾经在草原 能扳倒水牛的勇敢捕尸 在这一刻 生生地沦为了猎狗们的美味晚餐 自此走向生命的终点 吃完这头强大的猎狮 曾经的死敌的身体之后 猎狗军团变得更加膨胀 已然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他们直接进入了莫伦的领地 攻击落丹的受伤的水牛 使用韬钢疗法 将水牛活活咬死并分食 气力和战绩大增的他们 还胆敢围攻落丹的猎狮 和幼年狮子 这让莫伦显得十分愤怒 在领地内见到猎狗 就直接咬死 只要莫伦在领地的时候 猎狗十分害怕 且不会出现 莫伦 马赛语里是勇士的意思 虽然纪录片里 把他描写成勇猛的毒狮王 并在领地内独占四头 入侵雄狮 好多小伙伴 也正是通过这部纪录片 才开始爱上狮子 这种美丽勇敢的生灵 虽然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莫伦并不是一头毒狮王 而是有另外两名兄弟 而是一共有三头雄狮 统领着庞大的狮群 其次 纪录片中 EV4的雄狮 也不是莫伦 而是采用了 1996年 BBC拍摄的纪录片 《马拉之夜》中的片段 即便如此 这头有着帅气刘海 面向于火山口雄狮 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名叫莫伦的英俊狮王 仍然是很多狮迷心中 永远的大英雄 怀念狮王莫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动物日记 感谢您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